台南有一名劉先生 他在社群媒體公開發表了自己創作的五首歌 是大酸檢察官收紅包 還有和商人官商勾結 結果因此吃上官司 一審的時候被以誹謗罪判處五個月 不過案件上訴之後遭到逆轉 高等法院認為應該要奉寬言論自由 因此最後認定改判無罪 十八首歌我還有打油屍喔 劉先生秀出自己的創作歌詞 一字一句都在酸檢察官 歌詞圍繞在檢察官收會官商勾結 他把創作發表在社群媒體上 法官認為這些歌曲會讓社會大眾 對被指控的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構成毀放一審除有期徒刑五個月 他問我要不要把這十八首歌 把他下就是說把他拿掉 在YouTube裡面把他拿掉 我說我不會拿掉的 因為我是在推動司法改革 讓以後的司法官們看到有人在盯著他 你亂搞的話我就給你抖出來 儘管被判有罪 但劉先生卻堅持 這些酸檢察官的歌不願從網路下架 而審判決出爐酸檢察官歌曲部分 依舊維持原判 但在社群軟體點名兩名檢察官和一名董事長 官商勾結偷刪筆錄他們會身敗名列的文字 北方部分改判無罪 靠金錢或是說有錢真好這個文字敘述 不一定在客觀上會足以貶損當事人的一個人格或是評價 所以我們這部分由本院來改判無罪 發表比較具體的文字還有歌詞的部分 認為這部分還是維持一審有罪認定 唱著自己的創作 劉先生說他是在做好事 畢竟司法也需要有人監督 就算被判有罪 也絕不妥協向司法低頭 記者姚文華 檀檔報導